各位好 我是王充龍 PCM版伊蘇國三代的實況開始 這次要創葉爾班遺跡 遺跡算是有點長 看看吧 可惡的魔法師 上面有沒有東西啊 不得忘記 我去看一下好了 沒東西 太頭跳了 如果是超人版的話 我會選來這邊當做練功的地方 因為只要一直往上揮劍 那些鳥就會自動飛下來送死 超人版又沒有經驗值越打越少的問題 所以非常好練 一下子就可以練到滿機 沒什麼難得 往前衝就對了 有往下的還有往前的門 這邊應該有個寶箱吧 small shield 小盾 從下面的祭壇傳來的男人說話的聲音 Pierre先生 你在這個地方到底要做什麼 我只是 只是迷路到這邊而已 不要說這麼拙劣的謊話好嗎 你是來這邊找雕像的對吧 我們頭上有侵入者 你是提格雷才師場那個劍士對吧 那個時候我也跟你說過了 不要再出現在我面前 跟我們一起來吧 跟我們走吧 啊就被帶走了 這下面有著著熱熱的岩漿 還沒有人能夠從下面回來 你是切字塔對吧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你的妹妹正在擔心你啊 她正在想說 是不是哥哥 正在嘆氣呢 艾蓮娜 你認識艾蓮娜嗎 但是 這是我的生活方式 跟你或艾蓮娜都沒有關係 永別吧 然後就退下去 有生活方式是吧 這邊是岩漿 往前衝 這裡有花可以拿 呃 先用掉好了 先用掉好了 雖然只差一點點而已 對 在上一次實況的時候 我肉講了一句 艾蓮娜的話 艾蓮娜說 她哥哥失蹤之後 有傳言說 她哥哥在為這個地方的領主工作 然後 但是傳來的都是一些 很難聽的消息 就是這樣子 後來她妹妹又聽說 她哥哥在遺跡 所以才會想要去遺跡看一看 現我也來到遺跡了 去死吧 得到了火龍的護身符 火龍的護身符 火龍的護身符 啊對 這個護身符要回去用 開始 卡龍的護身符 妙符 啊 還想要去破後 就憑你們殺不死我的啊 玩了藝術國這麼多代 我最喜歡的還是一到四代 比較簡單啦 越到後來操作系統就越來越複雜 舉起了火龍手附身符之後岩漿就慢慢的硬化 冷卻 好 就這樣子 像我之前玩藝術國七代吧 還要三個人一組然後還有劍技什麼的 有點麻煩 應該也不是我老的吧 對 反正我的個性就是怕麻煩 有人來了我們快進去 剛才好像有聲音 切斯塔怎麼了 剛才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可能是我聽錯了吧 對了切斯塔 那個叫皮爾的 你做了 你怎麼做 皮爾神父好像已經查局到我們的企圖 所以我已經把他關到了巴勒斯塔城的地下牢了 加蘭德先生 加蘭德先生 火龍被打倒了 什麼 我知道了 我馬上過去 就那個小子你都沒有辦法解決嗎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房間是 這房間是 真的是 很靈能不舒服的房間對吧 嗯 那裡面是什麼呢 好像是什麼像 我去看看 這是什麼 好像是什麼樣的開關 打到了Sensor去碰開關 哇 就開了 阿琳娜這是 這應該是通往了雕像的房間吧 我聽說過 在這個遺跡有守護的雕像的怪物 艾琳娜 你先回城市吧 為什麼 我不能讓你自己一個人去啊 因為是我叫你去的 我會照你說的做的 阿琳娜先手 你要小心啊 剛才阿琳娜說 如果 你不在 你沒有跟我一起去 我便能夠安心戰鬥 所以 艾琳娜就乖乖的回去了 裡面有通往遺跡 不對 通往雕像的房間 但是有怪物守著雕像 好 那就 繼續往前走吧 怕什麼 有什麼怕的 殺 好強啊 糟糕 可能會死 喔 欸 咦 可是 我 ще 你 不是 你 那 幹掉了 星月的雕像 後面還有什麼嗎 應該沒什麼東西了 回去吧 你居然能從那個熔岩地帶回來啊 看來是我太小看你了 看來我必須跟你一戰 哥哥 住手 阿蓮娜 為什麼你會在這種地方 是我拜託亞道歐先生的 要他阻止哥哥你 拜託 不要再這樣做了 你跟亞道歐先生交手 有什麼意義呢 那種雕像根本不用管吧 我必須要向這世界復仇 你也記得吧 那一天的事情 亞道歐 麻煩你 不要再插手這件事 我不想跟你交手 亞道歐先生 我們回城鎮去吧 我們回城鎮去吧 那我先走了 我有時間先走了 亞道歐先生請你原諒哥哥吧 好 那麼這次就先實況到這裡了 謝謝欣賞